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非常重视保养身材和运动 并且努力为自己争取到出国进修的机会 这个机会他等待已久 因此他非常珍惜 在前一天就早早收拾完行李 收拾完行李之后 一向孝顺父母的周慧贤跟父母告别 本来这一切都和平常一样 直到晚上 周慧贤的父亲再次打电话联系他 却怎么都联系不上 家里人觉得有些奇怪 但也只是猜测周慧贤可能早早入睡 所以也就没往心里去 结果到了第二天 与周慧贤同行的伙伴到达机场后 迟迟没等到周慧贤出现 怎么也联系不上周慧贤的同伴没有办法 只好打电话给周慧贤的父母 让他们去周慧贤的住所看看 这时候周慧贤的父亲觉得有一些不太对劲 便匆匆赶到女儿的住处 然后发现女儿的行李原封不动放在原处 但他人并不在家里 心急如焚的周父和周母 只好打电话给女儿的好友们 但好友们都表示没见过周慧贤 迫于无奈之下 周父一边请求女儿的朋友帮忙发布寻人启事 一边以女儿失踪为由求助警方 警方接报之后 马上就到周慧贤的住所调查 便和周父一起在周慧贤所住的大厦监控中 发现了他最后的行踪 就在前一天 也就是6月29日下午4点40分左右 周慧贤曾经跟一名身穿黑色T恤的男人搭乘电梯 随后监控还拍到两人一同离开大厦的画面 至此之后 周慧贤再也没有回来 也没有出现过 根据这个监控录像 警方判断 周慧贤绝对认识黑衣男 而且两人的关系应该不一般 隔壁的周父听完警方的判断 也觉得这个男人的背影很熟悉 忽然周父灵机一动 想起周慧贤曾经带这个男人回家吃饭 于是他向警方提供了一条很有用的线索 这男的看着就像我闺女的前男友 劳俊明 在周父的助攻下 警方迅速找到劳俊明 但劳俊明却说自己没见过周慧 甚至还表示对周慧失踪一事毫不知情 如果有消息会提供给警方 由于监控录像并没有记录下劳俊明正面 所以警方也不能以此为证据 请他回警局调查 而且根据周慧贤的手机定位 警方查到他最后出现的地点是深水部 而劳俊明住在关塘区蓝田 跟周慧敏最后出现的地方相距甚远 警方没有办法只能先放下对劳俊明的怀疑 把重点放在找周慧贤这件事上 结果谁也没有想到 第二天警方刚准备继续进行搜索行动时 就接到了来自黄大仙警署的电话 原来劳俊明带着律师去黄大仙警署自首了 据黄大仙警署接警员的说法 当时劳俊明只说自己和一桩失踪案有关 并把一桩房卡交给警员 无论警员再问什么 他都闭口不谈 也不提供其他资料 接警员觉得有意 便上报给重案组 又翻查了最近失踪案的记录 发现最近一桩失踪案就是周慧贤案 于是便兵分两路 重案组负责去酒店查看 而接警员则通知负责周慧贤案的警署 接到黄大仙警署的电话后 负责周慧贤失踪案的警方 马上赶往和黄大仙中案组会合 两队人马齐聚油麻地 哑翔到一家酒店楼下 浩浩荡荡 让酒店经理协助调查 在酒店经理的带领下 警方来到劳俊明所说的酒店房间 并在房内发现了周慧贤 只不过此时的周慧贤已经死去多时 躺在浴缸里不再充满生机 并且全身上下只裹了一条浴巾 左胸前和颈部有多处伤 细细数来共有三十多刀 刀刀致命 法医初步检验尸体期间 警方在凶案现场发现了一把 二十七厘米长的水果刀 除了浴室 房间内也有大量打斗的痕迹 由此可见 周慧贤生前曾经历过 非人的折磨和痛苦 勘察完现场后 警方马上以谋杀罪名逮捕老俊明 并将他押回酒店 一步步供述犯罪过程 指任现场 周慧贤案公开后 瞬间引起了香港网民的注意 而他生前的好友也出面悼念她 洛选亚姐徐佳新 也是她的好友之一 悼念的同时 也夸赞周慧贤是一个 非常讲义气和勤奋的女孩 会组织聚会 会给姐妹介绍男朋友 也会在好姐妹伤心时陪聊天 除了好友 自称是周慧贤表哥的网友 也公开表示感到心痛 这位表哥称 周慧贤是在单亲家庭长大 她的父母在她小时候就分开了 事情发生后周母非常难过 几度哭到昏厥 而我们翻看周慧贤的社交平台 发现她除了在瑜伽领域 比较突出外 还是一个运动健儿 热爱爬山 冲浪等运动 就在死前一周 才迷上了高尔夫 一个多才多艺 对前途充满期待的女孩子 偏偏却遇上了 劳俊明这个世纪艰难 据悉劳俊明比周慧贤大五岁 曾经是香港武术队的 杰出运动员 在武术大赛里面 这位哥拿过金牌也拿过银 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 跟周慧贤的屡历放在一起 也算是郎才女帽的一对 如果是这么想 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武术之外 老俊明不仅不学武术 还没有工作 整天像个混混一样 在街头游荡 以前还靠着外表哄骗女孩 贴到手之后 就对他们施暴 向他们借钱后拒绝还钱 如果搞大了女孩的肚子 他就逼对方堕胎 借了高利贷要对方担保 让对方偿还 每一条 每一项都能刷新辣妹的三观 简直就是世纪大渣男 其实在周慧贤被害之前 他就曾报警称 被男友袭击 何以艳照威胁 后警方进入处理 两人才顺利分手 后来两人纠缠之间再度复合 最近感情又亮起了红灯 尽管老俊明想挽回周慧贤 但女方分手的心意已决 警方认为 老俊明因挽回不成功 由外生恨 在周慧贤出国前一天 计划杀死他 如今老俊明已经被正式批捕 等待他的是法庭的审判 此外事发之后 曾有好事者造谣周慧贤之所以 会死在酒店 是因为他外出接客 针对这个说法 警方出面澄清并否认 作为一个看客 辣妹也希望一些造谣死者的人 记一下口德 别什么都受害则有罪论 如果不是这个渣男 他已经开开心心在国外进修了 看到周慧贤的事让我想到一句网上流传已久的老话 千万别在垃圾堆里找男人 当你发现一个人不对劲的时候 一定要果断选择离开 不要试图给他任何机会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最终受伤害的还是自己 很多人可能还记得 韩国女性俱和拉自杀一事 在外人看来 俱和拉的离世 跟他患有抑郁症有关 毕竟他在生前曾多次情绪崩溃 且自杀未遂 可是仔细回顾俱和拉的故事 他那曲悲剧的背后 跟他那个垃圾前男友的所作所为 必然有着逃脱不掉的干系 2018年9月13日 发行师崔某报警称 自己被女友俱和拉暴打 并晒出女打男这种事 在韩国太罕见了 更何况女方还是大明星 同时崔某还晒出脸上被抓伤的照片 并讲述自己和俱和拉的恋爱经过 且指责俱和拉情绪不稳定 心胸狭隘 事件被曝光后引起热议 很多网友不分青红皂白的 开始讨伐俱和拉 警方也着手调查他 然而不久 事件出现了巨大的转折 俱和拉在接受新闻社的独家采访时 公开展示了自己 被打得轻一块子一块的小腿 膝盖和脚裹出的瘀青 更是触目惊心 不仅如此 俱和拉还向众人展示了自己 被打到子宫出血的验伤报告 以及自己被打时 家中被撞到变形的家具和电器 光看到这些就可以想象到 当时俱和拉被暴打的情景 所以当众人在对比 崔俊脸上的抓痕 谁是真正的施暴人 不言而喻 更让人气愤的是 崔某竟然还以公开 两人的亲密视频 威胁俱和拉 在后来公布的一段 电梯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 俱和拉似乎还下跪 求他不要公开 被男友拳打脚踢 选择隐忍不说 还要被他以私密视频相威胁 下跪求他 这种事情想想都觉得 对俱和拉很残忍 这种男友想想都觉得很渣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崔某的生活几乎未受影响 甚至在公开道歉时 还不忘宣传一下自家的店铺 而俱和拉呢 自从那件事以后 她的状态和身体情况一直很差 还曾多次试图自杀 直到她的好友雪莉 自杀离世后不久 她也最终自杀离世 可以说俱和拉的自杀有多种原因 但这样的悲惨结局 跟那个对她拳打脚踢 以私密视频威胁她的男友 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爱错了人不可怕 可怕的是 不能及时止损 且身陷其中难以自拔 我相信我们今天开头所说的 23岁网红周慧贤 做到了及时止损 毕竟那个男人已经成为了前任 且周慧贤被她威胁时 做到了理性处理 但她依然没有逃脱前男友的魔掌 周慧贤的悲惨遭遇 无疑就是证明了 她的这个前男友就是垃圾人 说这些并不是希望看到大家 恐惧爱情和婚姻 而是想通过一些人的亲身经历 让你明白 爱情是美好的 但不是所有人 都能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如果你一不小心上了贼船 一定要懂得靠岸及时止损 最后愿周慧贤 这个可怜的女孩一路走好 愿天堂没有罪恶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 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